国内部分一大犀牛今天在澄清湖球场展开了本季的春训 上午呢一口气替九位新秀举办了加盟仪式 使用第一指名的黄胜熊是以四百万的签约金加盟 至于第二第三指名的两位前旅渔投手林毅豪和肖逸杰 则是签下了复数年合约 为一大本土投手的战力注入了一记强行争 一大犀牛 九位新秀一次排开 一大犀牛已经全数完成签约 正式欢迎他们加入这个大家庭 第一指名的左头黄胜熊以四百万元的签约金 以及十一万的月薪批上一号球衣 这块球速可以来到一百五四公里的他 偶像正是大联盟著名的古巴火球男 我本来是要挑五十四号 因为我像是曹福曼 五十四号变家选手了 所以我就只能选一号了 我定位是先发 因为先发量相比较多 第二指名选进的前日本职棒独卖巨人 对投手林一豪选择习惯的背号九十六号 以月薪十八万的两年合约开启台湾的职棒生涯 蛮高兴的 因为可以回来台湾 然后又来到蛮自己喜欢的球队这样子 我比较喜欢投后面的吧 就是救援的方面 就救援的话 可以拿多一点救援点的话 就尽量拿这样子 对啊 绑制球队 同样也是以旅日经验归国的前板神虎投手 肖一杰拿到月薪十六万的三年合约 回到台湾重新开始 肖一杰在选择背号时 特地征询前日职新人王队友上员起始的意见 四十一号这个背号 对啊 就是一个蛮招过的学长 他之前我在我到板神的时候 他是传四十一号 然后拿新人王的 那时候义大就跟我说 可以自己选背号 我不知道选几号 我就想说问那个学长看看 他就说选四十一号 义大在今年的选秀上招揽了九位新兵 其中五位都是投手 而明年赛季适逢马年 义大球团也别具心裁 请最资深的投手杨健福 为他们戴上一大吉祥物理 同属马科的堂基帽子 除了有传承的意味 也希望他们能在新的赛季 带领球队向前冲 UDN TV 许佳龙 吴敏鑫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敏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敏鑫